武神主宰,第5696章,战五岳,石荒大帝心中一惊,在他看来以秦晨他们现在的修为,如何会是五岳明帝的对手? 秦晨他们就算是再牛逼,也只是刚突破大帝而已,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五岳明帝的攻击,而只要秦晨他们一死,那他之前的战队简直就是踩了屎一样,自己这么背的吗? 在石荒大帝等人心中大惊之时,面对杂落下来的五岳明峰,秦晨嘴角却是笑了,五岳明帝的攻击吗? 正好,本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,传说中的四级大帝究竟有多强? 一声长笑,秦晨终于动了,一直以来他都没有真正和四级大帝级的强者交手过。 四级大帝,那是战上了大帝巅峰的强者,虽然曾经的秦晨早已能和中期巅峰大帝交手,甚至利用各种手段将其镇压,但面对四级大帝这样的强者,他心中还是有些敬畏的。 那可是纵横了冥界亿万年,踏上了大帝巅峰的存在,若是被他一些手段就能击败,那未免也太可笑了。 而现在,在突破大帝之后,秦晨终于有了和四级大帝交手的信心。 沙 轰 逆沙神剑出现秦晨手中,他整个人骤然消失虚空,下一刻,秦晨身形便如同一道流光,骤然出现在了五月鸣峰的下方,对着那五月鸣峰便是一剑悍然斩出。 轰隆 一道震耳的轰鸣声响彻天地,血裹着浩瀚的沙翼冲天席卷,如同滚滚的浪涛,与五月鸣峰轰然碰撞在了一起,那无尽涌动的沙翼,不断与五月鸣峰碰撞在一起,竟是硬生生扛住了五月鸣峰的攻击,不断地抵制着他的杂落。 什么?这小子竟然扛住了五月鸣峰的攻击? 怎么可能?看到眼前的场景,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嗯?五月鸣峰,脸色也是猛的一变,秦辰手中密沙神剑中爆发出来的沙翼气息极其恐怖,即便是在他的威压之下,也并无太多的压制。 哈哈,这就是四级大帝的攻击?秦辰咧嘴一笑,也不过如此。 那五月鸣峰席卷下来的威压,如同一颗颗的星辰不断砸在他身上,令得秦辰的肉身不断地震战,但比起之前鸣藏大帝的攻击,这五月鸣峰却是差得太远了,根本无法让他的大道肉身崩溃。 放肆!五月鸣峰席心中震怒,脸色难看,秦辰的话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耻辱,他眼眸一冷,寒声道,既然你找死,那本帝就成全了你。 五月开天! 五月鸣峰席一声怒吼,他根本就不再等秦辰说话,催动五月鸣峰再度砸出,仅仅一个呼吸间,那五月鸣峰就化成了一团黑色的天穹,将秦辰完全笼罩起来。 轰隆隆! 无尽的黑色鸣峰就如同一座座从冥界开天辟地之时诞生的可怕山岳,从那浩瀚虚空中冲出,要将下面的一切都给砸爆开一般,一股足以碾碎九天十地的恐怖气息直接萦绕而出。 秦辰浑身俱阵,这一次那五月鸣峰还没有落下,秦辰就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传递而出,并且,他感觉周身, 竟然变得迟钝了起来。 规则压制! 秦辰心中一惊,对规则的了解秦辰自认,就算他是只是一个初期大帝,也绝不会比任何一个巅峰大帝要差,毕竟他掌控的可是宇宙海的三千大道和明界的三千大道的融合。 在身形感觉到凝滞的一瞬间,秦辰立即就知道自己这是被五月鸣帝的规则大道法则给压制住了。 他心中立刻按经,四级大帝果然不愧是四级大帝,之前他和玉龙大帝,研磨大帝这些中期巅峰大帝交手的时候, 哪怕他自己还不是大帝境界都不曾被他们的规则大道给压制住,可现在自己已经突破大帝了,而且是以三千大道阴阳融合突破的大帝,竟然被五月鸣帝的规则大道给压制住了。 这显然是修为上的差距到了大帝境界反而显现出来了。 不对,不仅仅是因为修为的原因,秦辰豁然抬头眯眼看向那五月鸣峰, 五月鸣帝之所以能以规则压制自己,应该是这山峰至宝的缘故,此物乃是五月鸣帝的成名至宝, 是冥界开天辟地之时所形成的远古重宝,已经酝酿到了巅峰大帝级。 在这眨眼的瞬间,那无尽的山峰便已经笼罩到了秦辰的头顶,秦辰冷哼一声,气势暴涨, 无尽的三千规则大道也同时爆发了出来。 虽然他修为并不如五月鸣帝,可是五月鸣帝想要靠规则之力来压制住他秦辰, 那也太小看他了。 秦辰的三千大道规则蕴含无尽的杀意气息一瞬间便延伸出来, 可怕的杀意激荡,顷刻间就脱离了对方的束缚。 同一时间,他的逆杀神剑已然批出, 小山!一声怒吓,秦辰末地冲天起。 这一次,他直接引动了逆杀神剑中的气凌小神, 催动逆杀神剑中的无尽宫殿。 比起宝物的比拼,他秦辰什么时候怕过人? 碰! 顷刻间,秦辰的逆杀神剑便和无尽的黑色山峰、虚影完全撞击在一起, 整个虚空中发出一声惊天的暴响, 刺耳的轰鸣形成的恐怖冲击波令得整个虚空都是沸腾起来。 那黑色山峰虚影和逆杀神剑的杀意剑气撞击在一起, 彼此不断冲击,五月鸣风一离天地, 不曾被批飞,更不要说被击溃了, 反倒是秦辰逆杀神剑的杀意四溢, 显示出有些抵挡不住的样子。 可五月鸣地却是脸色大变,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有新晋大帝不受他规则大道的压制, 而且一箭就破碎了他的大道压制。 别看他五月鸣风化成的山峰虚影并没有被秦辰击溃, 可是同样的山峰虚影和刚才却截然不同了。 刚才他的山峰虚影在规则大道的控制下, 只要秦辰无法挣脱他规则的压制, 他就可以轻易将秦辰碾压至死。 而现在他的规则大道被秦辰破去, 他的山峰虚影也只剩下了形, 而没有了神对秦辰已经完全没有了威胁。 最让五月鸣地骇然的是秦辰逆杀神剑中爆射出来的可怕杀意, 竟让他浑身有种被无数针尖锁定, 遍体锋芒的感觉。 这是什么宝物? 五月鸣地心中大骇, 死死盯着秦辰手中的逆杀神剑。 这等杀意? 不远处, 鸣藏大帝也终于被秦辰手中的逆杀神剑给吸引了过去, 似是想到了什么。 他脸色陡然大变, 此剑莫非是当年逆杀神帝手中所持的那柄剑? 不可能, 此剑当年甚至斩上了鸣神, 逆杀神帝怎会将此剑都传给你? 不对, 鸣藏大帝说着说着, 突然惊住了, 逆杀神帝连自己的妹妹笑笑都交给了秦辰, 他将自己的兵器交给秦辰, 似乎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吧。 逆杀神帝的剑? 不远处, 其他人也都变色了。 一尊神帝的兵器, 这岂非是传说中的神兵? 五月鸣地亦是目光火热地盯着秦辰, 难怪能挡住本地的攻击。 神兵, 你手中的宝物竟然是一箭神兵。 话落的同时, 五月鸣地根本没有任何停顿, 冷哼一声后, 他头顶的五月鸣风再度祭出, 只是这次却不是黑色颜綿的山峰了, 那五月鸣风完全幻化成了密密麻麻的漫天陨石。 这些陨石带着破裂虚空的威势, 将周围方圆数万丈的地方都完全笼罩起来, 惊人无比。 在祭出五月鸣风的同时, 五月鸣地手中亦是再度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鸣石, 对着秦辰便是瞬间砸了出去。 轰隆! 这一块鸣石封锁虚空, 从另一个角度轰向秦辰, 竟然又是一件顶级的宝物。 秦辰再强也只是有一件神兵而已, 他不信秦辰会在自己两大质宝攻击下, 还有反抗的余地。 比宝物! 秦辰看到五月鸣地又砸出了一块鸣石质宝, 嘴角顿时笑了, 他秦辰最不怕的就是比宝物了。 石阶殿,去,死海,起,轰隆! 几乎在那漫天陨石要将秦辰笼罩住的瞬间, 秦辰的石阶殿就已经寄出, 同时,他体内一条浩瀚的死海河流瞬间奔涌而出, 笼罩天地。 看见秦辰寄出一座宫殿和一片黑色河流, 就想要挡住自己的公鸣, 五月鸣地顿时露出一丝冷笑。 不管是谁, 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办法抵挡住自己的山岳沙阵。 如果他的这种山岳沙阵可以这么容易被挡住, 他五月鸣地也不会成为四级大帝之一, 威震这鸣界无尽岁月了。 扑扑扑! 浩瀚死海和漫天陨石山岳沙阵易接触, 这些陨石就像是砸入了浩瀚汪洋之中一般, 卷起惊天巨浪。 同时,那漆黑鸣石也已经与秦晨施展出的石阶殿碰撞在一起, 轰咔一声, 整个天地间瞬间响彻起了刺耳的轰鸣声。 五月鸣地面色微变, 你竟然将一整条完整死海带出来了? 之前秦晨施展出死海的时候, 他只是以为秦晨催动的是一些死海之水, 可现在在他的感知之下, 秦晨引动的根本不是什么死海之水, 而像是一整条完整的死海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,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